我这忙了一天可累坏了 我还想好好地放松一下呢 你咋突然历临我家了 这也太突然了 这大晚上的有什么事情吗 直接打电话不就行了 干嘛还亲自跑一趟呀 丽娜 实不相瞒 我现在有急事 所以亲自来找你了 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买房还差 十万块 你能不能借给我 我过段时间就给你 我真的急用 我没听错吧 你怎么突然要买房呀 再说我也没听说你要结婚呀 再说结婚买房买车 都是南方的事情 你跟着操什么心呀 是你男朋友让你买的吗 你可千万不要被他忽悠了 再说我哪有钱借给你呀 我自己都是月光族呢 你一个财务主管 一个月工资上万 你们家老刘又是当经理的 一个月工资也上万 你两个加起来 每个月最少挣两万多 怎么可能会没钱 还月光族 你骗鬼呢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不想借给我 不要让弯子 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闺蜜 我遇到难事了才找到你 如果没啥事 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我真没骗你 你也知道 现在孩子要上各种培训班 开支也不小 这两年大环境又不好 我们都降薪了 现在也是节衣缩食的过日子 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说的是真的 我可以相信你 但是你和你老公这些年 手头肯定也有一些存款了 借不了我十万 你给我八万也行呀 我实话给你讲吧 我真的是谈了一个特别优秀的男朋友 我想要跟他结婚 可是他的家里条件不好 我爸妈还要求他先要把婚房买吧 他买不起 所以我想要出奋力 为了我的幸福婚姻 你就成全我吧 对了 你不是有房子吗 那拿你的房子 帮我抵押贷款啊 我说真的 你是不是被男朋友忽悠了 现在骗子特别多 最后人才两空 而且 你为了买房 竟然什么办法都使得出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房子 怎么可能拿去 帮你抵押贷款 丽娜 你这人怎么不讲义气啊 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得帮我 他没有骗我 再说我什么都没有 有什么好骗的 他对我特别好 给我买吃的买喝的 天天接送我上下班 还给我花十万买了辆汽车 要不是买车花钱 他自己就够了 你说的话我可以相信 但你这要求太过分了 我的房子 怎么可能拿去 帮你抵押贷款呢 你到时候钱 要是还不上来 那我的房子怎么办 我的房子不就没了吗 丽娜 我们这么多年的闺蜜 你还信不过我 连十万都不借 你这就是不把我当朋友 你这是见死不救 我给你打欠条也可以 你这话说的 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 更何况是要借 十万块钱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 脑子是不是有病 谁会拿自己的房子 去帮别人去贷款 既然这样 你不愿意借钱给我 也不愿抵押房产 那这样 你去找别人借 十万块钱凑给我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我是刨了你家祖坟吗 上辈子欠了你的吗 这辈子不管无论如何 我都必须要借 十万块钱给你 不管我有钱没钱 凭什么我一定要借 十万块给你 你爸妈 你亲戚都借钱给你了吗 你不去找他们借钱 你找我一个外人来货货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赶紧给我滚 行 你竟然这样对我 真是太狠心了 既然你不仁 就不要怪我不义 我手机里还存着你小时候 没穿衣服的照片呢 所有的看得一清二楚 我告诉你 把我惹急了 我把照片发到你公司群里 你的家族群里 把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你知道我说到做到 请你不要逼我 看来狗急了要跳墙了 开始我想把你打发走了算了 可是没想到你竟然想要威胁我 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你已经侵犯他人权益 涉嫌违法了 这个我就不给你说了 其实你借钱 我早就知道你干什么用了 你没来之前 我已经听别人说了 你到处借钱 说是要买房 其实根本就不是买房 而是为了还债 你之前在网上借了几万块钱 去医院做了医美 没想到 现在却没钱还债 那追债公司 天天打你电话要钱 还打到我们一个 共同的朋友的手机上了 朋友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听了朋友的话 我心里一阵后怕 幸亏自己没有借钱给你 不然这钱就肉包子打狗了 我现在开始反思 为什么曾经那么好的闺蜜 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不是毁了自己吗 我真的被逼没办法了 追债公司的电话不断 我的生活被搅得一团糟 我后悔自己当初的冲动行为 不该为了一时的美丽 而去借网贷做医美 现在 我不仅面临着巨额的债务 还失去了和你的友谊 我对不住你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该向你提出那么过分的要求 更不该欺骗你 我现在真的走投无路了 你能不能帮帮我 你让我怎么帮你 我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公司可能要裁员 我老公也面临着降值的风险 我们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们的公司出现了问题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 公司的业绩下滑 面临着裁员的危机 我作为财务主管 压力巨大 不仅要担心自己的工作是否能够保住 还要考虑家庭的经济状况 丽娜 我不要求你借钱给我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做闺蜜 八十以后一定会改过自新 我可以原谅你 但是你必须要吸取教训 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 我手里还有一万块 我全部赚给你 你先应急吧 这钱不着急还 等你有了再说吧 这是我能力范围内的最大努力了 从那以后 李丽娜和闺蜜的关系 虽然有所缓和 但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他们都明白 有些事情一旦发生 就无法完全抹去痕迹 而李丽娜和丈夫 也在努力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他们相互支持 共同努力 希望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更加珍惜彼此 明白了家庭的重要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李丽娜的公司终于度过了危机 她的工作也保住了 丈夫的工厂也解决了生产问题 订单恢复了正常 丈夫也没有被降职 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 但李丽娜却永远忘不了这段经历 她知道 人生充满了挑战和困难 只有保持冷静和理智 才能在困境中找到出路 同时 她也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珍惜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柳 隆 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